西門 西門町這個地方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大概就是簡單吃喝 簡單逛街的地方 但你不知道的是 這裡幾乎可以說是 全台灣疫情之後復蘇 最成功的一個觀光區 像我們旁邊 現在稍微觀察一下 就可以看到日本 韓國 還有泰國的觀光客 因為對他們來講 來到這裡 可以買到具有台灣特色的 小吃跟零食之外 這裡其實還有我們台灣的火鍋 選擇非常多 我們大概看了一下 觀光客來到這裡要吃火鍋 他們至少有20家選擇 正好天氣冷 我們帶你看看西門町幾間指標 觀光客們會討論的火鍋名店 像觀光客來我們家 就很喜歡吃這個天使紅蝦 吃到飽火鍋品牌馬辣 一桌的澳洲和牛天使紅蝦大海蝦 台灣小卷東石蛤蝦 再來盤知名接龍甜不辣 一口價點好點滿的火鍋缺乏 吸引到第一多韓國客 第二泰國客 我們拍攝就遇到 泰國背包客來用餐 甚至火鍋業者跟旅行者合作 有時是整車遊覽車 載大家來吃大餐 也因為這樣菜單無國計畫 因為因應就是觀光客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在菜單上面 也形成像是有泰文 韓文 然後跟日文的一個介面 讓他們點餐會比較順利一些 或吃過之外 還吃裝潢跟體驗 湯勺湯池竟然是宮廷裡的龍勺鳳勺 採訪時這家員工 還特地穿上皇后服 因為這是他們特色 觀光客來這都會體驗 都國際旅客 哪一國比較多 泰國 韓國 那他們對你身上這衣服有興趣嗎 有耶 幾乎每個觀光客都會拍 剛剛我們帶你看的是 泰國跟韓國客 他們非常喜歡的火鍋品牌 像是麻辣還有問迪 現在我們來到這家叫吳老國 它是港澳客 非常多人點名一定要吃的 比較特別的是吳老國 它持在台北是現在分店 過去疫情刪減之後 已經剩兩家了 其中一家就在火鍋的 一級戰吃西門町 好多旅客 每年來台旅遊回味的 葉枕麵包 豆腐白糖 用雞骨 豬骨 洋蔥 青蔥 薑蒜熬煮調製 再加中藥香辛料 靠這位收買港澳旅客味蕾 以這品牌來說 觀光客 港澳居怪 日韓第二多 還觀察到 西馬 泰國的律賓客人都在變多 人潮帶動前潮 意後成功付出的西門町 人流量 錢流量都很狂 人潮可以帶動前潮 我們就用數字來帶你說話 像是台北捷運的西門站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他們出站人數大概是落在 一百五十多萬人 但今年十月多上了國際觀客 就超過兩百萬人 這樣四十多萬旅客差距 我們就算以一個人來到西門町 只消費一百塊來算 這個商機也差了四千多萬 人流出站後 街邊賣東西要賺金流 不過台北市租金 一坪超過一萬塊 十三個地方 西門就佔了八個 眼前飾品店 實價登陸網記錄 租一坪要一萬七 行情超越疫情前的水準 與疫情最高峰相比呢 空置率已經從2022年 疫情高峰 那時候還有高達大概 23.12%的空置率 到2023年年中呢 目前已經降到11.1% 實體店消費動能回歸 連韓國購物江林阿嬤 都進駐西門町 畢竟天天這麼多人不佔忙 華時新聞送醫張凌瑞專題報導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時新聞YouTube頻道